OK啊 那么这个注册的流程呢 就是首先用户呢 他呢去输入 他呢去点击一个链接 或者是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那么就会跳转到这个注册页面 那么在这个注册页面上呢 他输入这个用户名密码邮箱 确认密码之后对吧 然后点击注册 就会去调用我们这个类里面的 POST的函数进行注册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这个处理点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说 我们外部开发的这个 通用的一个流程就这样的 接收数据 接收完之后呢进行教验 教验完之后呢进行业务的处理 不同的业务对应不同的操作 最后呢去返回一个应答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你注意在我们这边啊 首先接收这个用户名密码邮箱 然后呢是否同意协议 这么几个参数呢 进行一个交易数据 接收接收完之后下面呢 开始呢去浇验这个数据的 完整性啊 那么在这个完整性里面 我为什么没有浇验浇验这个 alone呢 我们给大家说啊 就是你 这里面呢是一个check box啊 如果呢你这个check box 他不选的话 他就不会把这个参数进行提交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拿的呢是一个 那如果我在这边 直接去判断他的话 这个东西呢 他就成立了 对吧 他就给我返回一个数据不完整 其实呢这个alone 他是可以不发的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没有去浇验他啊 然后再往下呢 浇验完完整性之后 浇验油箱 浇验完油箱之后 判断这个是否同意协议啊 进行相应的处理 那么再往下呢 进行这个注册处理之前 你还要去浇验这个用户名呢 是否重复啊 根据这个用户名 获取这个信息 如果获取到的话 没有出这个异常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拿到一个优的对象 否则的话 出这个异常 我们就让优的呢 等于这个no啊 然后呢在下面 我就可以做判断了 如果这个user条件成立的话 说明你根据用户名 你查到了这个信息 那用户名呢 就是已存在的 我们给他返回一个 用户名已存在 否则 对吧 可以 那下面呢 进行这个业务的处理 就是调用他 内置的这个create user函数 去创建一个用户 去创建一个用户 创建完之后 把它的这个激活状态呢 设为零 表示呢 是一个未激活的状态啊 然后下面呢 注册完之后 你要发送给用户的注册邮箱呢 发一封激活的邮件 我们说发的激活的邮件里面 需要包含用户的身份信息 但是呢 你不能把这个用户的身份信息呢 直接写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防止一些人恶意呢 去请求你的网站啊 但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呢 对用户的身份信息进行一个加密 这部分的话 我们是给大家讲的这个 It's dangerous啊 这个包里面呢 一个类可以帮助我们呢 实现用户身份信息的加密 并且设置它的一个过期 时间 那么创建一个这样对象 这是密钥 这是这个过期时间 然后呢 有了这样一个对象 对吧 下面呢 我对我创建一个字典 Confirm K是Confirm Uda呢 是它 对呢 值呢 是这个用户的ID 然后我有了这样一个字典 现在呢 我调用这个对象的 DOMS方法呢 对这个字典进行一个加密啊 进行加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明呢 就是这个info 你注意我写的 我写的是一个字典 我加密的时候是一个字典 我解密之后呢 还是一个字典 如果我写的是一个原主 那么我解密出来呢 还是一个原主啊 这个你要知道啊 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字典啊 然后再往下 它加密之后 给你返回这个数据呢 是这个字典流 对吧 BIOS数据 我需要呢 一个字符串 我需要对这个BIOS呢 进行一个decode啊 解码 它就变成了一个字符串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有了这个token之后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发这封邮件了 组织这个发送邮件的内容 发送邮件的内容 然后呢 写这样一个itml message 在里面呢 写上这个激活的链接 就是我们的user active 然后呢 对应这样一个 这里面啊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加密后的token啊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使用我们将够内置的 这个sendmail函数呢 帮助我们去发这个邮件 首先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个邮件的正文 是一个邮件的标题啊 标题 第二个参数呢 是邮件的正文 但是呢 如果你的邮件正文里面 含有html内容的话 那么不要放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而是通过这个 html message 这个参数呢 来进行一个指定 好 第三个参数呢 是发件人是谁 第四个参数呢 是收件人的一个列表 好 最终发完这个邮件之后 返回应答 跳转到这个 首页啊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呢 当注册用户呢 他的邮箱里面 收到这个激活的邮件之后 他就会点击这个激活 链接进激活 对吧 他一点击 你的浏览器呢 就会访问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 对应的视图呢 在我们这边配置的时候 就是 配置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捕获了这个 tooking的信息 然后呢 他调的是这个 active里面的 试图案数 那么 active里面 试图案数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 active view里面的get啊 在get里面 我们要接收这个 tooking参数 对吧 接收完之后 那么首先 我需要呢 对他进行解密 解密的话 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你加密的密要是什么 我这边就要写什么 你解过期的时间是什么 我还要写什么啊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对象之后 我们就调用这个对象的 loads方法 把这个tooking呢 给他传过来 进行一个解密 我加密进去的是一个字典 我解密出来 还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从这个字典里面呢 根据这个件的名字呢 取出带激活的用户的 id 然后呢 根据这个id去获取 这个用户的信息 把他里面的这个 executive呢 给他改成1 代表呢 他激活了 然后呢 进行更新 对吧 最后 激活之后 我跳转的首页 跳转的登录页啊 可以让用户呢 进行一个登录啊 那么 如果否则 你解密的时候 出现这个异常 说明这个激活链接已过期 我就给他返回一个 激活链接 已过期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啊 注册激活的 这样一个流程啊 这样一个流程 OK啊 那么 其实呢 你想一想啊 就是为什么他 这个东西在加密之后 他能 他能 哎 实现这个 加解 实现这个加解密啊 是否过期的一个判断啊 就是他在这个 加密的时候呢 最终给你生成了 这个2k里面啊 生成了这个2k里面 其实他已经把你 加密的那个时间呢 给他 放进去的啊 给他放进去的啊 如果他不放进去 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给你判断是否过期的啊 是否过期的 OK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这是这样的流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